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我身邊是施永青先生和施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兩位,今個星期的外圍情況似乎變化很大 尤其是政治方面 出現了比較特殊的情況 美國關了中國的大使館 中國最新消息都會要求成都的美國大使館關閉 施生,你怎樣看?會否中美關係惡化比想像中更加快? 中美關係惡化,之前我們在這個節目都作了很肯定的結論 中美關係是回不到以前那種相對好的狀況 只會惡化,不會好轉 但是惡化的速度,的確比想像中快 一般,因為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人員 有些人順手做買單別,是時有所聞的 但是很少說一來就封大使館 通常你對一些外交人員 如果經常做他身份不符的工作 你就驅逐那批人出境 很少說整個領事館都叫他收檔 搞下去絕交也有份 如果說外交人員 美國在香港的總領事館,大使館都沒有這麼多人 一萬一千人,做甚麼都是收窄情報那類型的工作 或者他們甚至做一些參與當地的社會活動 所以是否要封閉領事館 所以有些人覺得有一點羞辱性的功能 刻意跟你想切斷關係 刻意告訴你,我現在不跟你友好 姿態就更加重要了 我自己相信之前都還說 一方面就制約你 一方面就會留一些餘地 讓中美的合作可以繼續下去 現在是美國覺得跟中國要disconnect 要切斷關係 或者覺得以前的關係 是沒有為美國帶來他想要的好處 我們回頭看,中美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一直都有很多磨擦 解放初期沒有多久就有 航戰後有越戰 直到七十年代 美國跟蘇聯的關係到很惡劣時 為了扯中國出來對付蘇聯 他才跟中國修好 現在蘇聯都解體了 所以這個需要少了 反而中國變了威脅美國的一個新的力量 所以變成以前的根基 以前建立的根基 不是我和你朋友 但我想扯你出來對付他 他都打低了 變成你才威脅我 變了矛頭 所以我把中國都指回中國 是 你怎樣看呢 這麼急速的變化 中美關係 今個星期 我相信股市的下跌 應該是不少跟這方面有關 對於你部署投資方面 你有甚麼看法呢 或者你會否有些東西 會轉變 跟之前一樣 其實中美關係 就不會大幅好轉 這個我們之前說過很多次 所以這個模式上高轉換了 由之前譬如說 可能貿易協議出現問題 到現在最新就說大使館的關鍵 不過其實 浪費一個大使館 其實對實體股票 或者經濟或企業來說 我相信影響直接影響不大 反而是想起 高資泰大家可能擔心 接下來有些更加具體的行動 不過我如果看回 暫時這段時間 譬如我們中國 其實那個反應 都是比較內斂一些 譬如說 他三回一個大使館 國三回一個 你說外交化當然出來說 但其實真正的一些 升級的行動都是不多的 我希望有些事情 似乎是市場以下 會消化一個比較緊張的消息 除非有一個很大規模的重新 新的領域上有些具體的影響 否則我覺得 市場就會平復一點 所以我覺得 短線當然是有壓力的 因為七月份 其實大部份的市場 無論港股、A股、美股 其實都繼續是不錯的 以下其實都是一個回調 亦都是正常的 當然其實那個回調 幅度都大 但坦白說 港股到現在 其實今個月計 暫時仍然升級正數 我覺得接下來要看的是 究竟中美的具體行動 會不會有其他新的東西 我自己看 中國的態度 都仍想事情可以慢慢平息 多過雙倍奉還 因為在Houston的總領事館 要被封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在內地民間也有些聲音 當時說 初初傳說會關上武漢的美國領事館 後來說 為何關上武漢 武漢的人都走得七七八八 美國領事館的人本身的規模都不太大 好像有傳要關上香港 要關上香港 當時一天幾前 我和朋友在談 他們都說 中國可能關上香港的大使館 我說一定不會 你不用聽 你不是聽別人說 你又相信才行 沒有可能關上香港的領事館 一個香港領事館 就比Houston的領事館大很多 人多很多做的事 如果你生香港 就不是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一拳 你打我一拳 我拳打腳踢中斑馬 打你 你真的不止加多倍 加多十倍奉還 你不就是叫美國再出手 你看整件事由中美貿易談判以來 都是美國要出手 美國是不惜破壞中美關係 都要打擊中國 所以中國一直都是採取忍讓的態度 即使這個月頭 我還看見中國外長王毅 又提議山項 改善中美關係 希望中美關係回復正軌 我當時看到 我覺得王毅似乎一廂情願 別人都不跟你好 你還說我跟你修復關係 所以你看到中國的態度 是想修復關係 美國就不惜破壞關係 都要打你 你打你一拳 你為了不想示弱 就還一次手就算了 你不要打完一拳 就踢多兩腳 他又來了 變了那個惡化的速度會更加大 所以現在他只是 就是山城都的大使館 如果要對付香港 我相信他最多都是 講幾個外交人員走 就不會生香港 另外生香港事態嚴重 因為香港還想走一國兩制 就是香港美國領事館 絕非一個普通中國城市的領事館 它是一個特殊功能的領事館 你關掉它 所以一個真的象徵著一國兩制 進一步被削弱 之前我說香港仍然在走兩制 但如果兩制有它的基礎 如果你說香港在走特殊功能的 美國領事館 沒有了 難道去廣州 很多這些功能 沒有了之後 會對香港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的速度 都降低 如果這樣 香港就做不到國際金融中心 發揮不到這些功能 所以我認為 為了保住香港的一國兩制 不是去到很極端的情況 中國是不會關香港的美國領事館 制約它不出奇 說你要這麼多人做什麼 你就留幾個批簽證 搞一些商務推廣 就不給它這麼大 但風一定不會 所以如果中國的態度 到現在都是適事寧人 不想事件擴大 我相信 你一拳 我一腳之後就會停一停 你看美國當時 找無人機殺死了伊朗革命圍隊 美國叫做蘇曼尼 之後 伊朗都是適可而止 美國被基地炸兩下 你炸之前通知聲音 我那些人躲起來 你又不要捨得那麼重 這就解決問題了 詩先生說一個重點 就是中國可能相對被動 美國主動 但你們如何預計 美國有宗說法 是在大選之前 有可能會越踩條線越入 會不會影響股市或印尼部署 浩德 你如果看近日 雖然說中美的矛盾或衝突 就多了很多 但另一方面 我看到中國採購農產品 美國農產品 其實都是繼續維持 例如最近大豆的價格 其實都是上升 對於中國大陸方面 他都希望繼續 不要讓美國有更多藉口 將這件事惡化 從美國方面看 我自己判斷 他們是否願意負這麼大的風險 尤其是特朗普 是依靠農民作為一個票倉 如果現在 這個中美關係踩得太準 而令到貿易協議下的採購有影響 會不會對他們來說 都會有很大的風險 我相信 在選之前應該不太近 現在美國的長硬態度 與特朗普要拉票 我認為都有一定的關係 當然對華的取態已經不是共和黨 一黨的取態已經是全國的美國 所以他一直都在煽動著美國人對中國 當然他現在是想改變對中國共產黨 但實際上他之前所做的事 其實是對整個中國的態度 都是採取扼殺的態度 所以變成大選是一個因素 大選後是否會放緩呢 我相信主方向都是一直在收緊 不會只不過是走兩步 走一步 走三步 走兩步 這樣的情況 但基本上都是關係惡化 這個我覺得作為投資者 在香港也好 在世界也好 都要考慮進去 在自己的部署上 都要考慮進去 香港接下來 整個經濟發展 應該怎樣定位 應該怎樣找出路 都受這個因素影響很大 現在似乎美國否定70年代開始 和中國有邦交之後的策略 先生 曾經你提及過 中國發展得這麼快 除了因為改革開放之外 其實美國的幫助都是有的 會不會未來 因為對抗或抗爭 會拖慢了中國經濟發展 當然會拖慢 但已經不容易 好像在30年前 美國出手 真的可以完全制約到中國 因為現在中國基本上 有一定的資本積累 有一定的科技基礎 亦都有一定的基本建設 加上中國13億人口 復原廣大 他的經濟本身 可以被人家全面封鎖下 都有迴旋的空間 都有自己發展的空間 但如果你說很早期 我記得60年代 中國當時 造一條萬噸級的船 都已經當作大突破 人家建造10萬噸級的船 所以當時真的相差很遠 我看到當時 中國的海軍 上南中國海巡一個圈 都中途死火要拖回來 巡一個圈都巡不走 當時整個角力是差很遠 現在中國國民的教育水平提升了很多 基本上生活 例如醫食住行 基本上自己解決到 工業的產業鏈是全世界最全備 最完備 變成可以不靠外面運作 不排除美國收下收下 越來越緊 其他人 所有他能夠關的門都關了 中國就變成靠不到美國 西方有一部份都可能會跟美國 這種情況出現之後 香港扮演的角色都會跟著變 因為香港以前的角色就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橋樑 橋樑一邊都紮了 這裏橋去那裏落的 那裏都封了 難道行例橋中間跳海嗎 所以香港將來想扮演中間人的角色 扮演不到中國和美國的中間人的角色 因為他自己切斷了 可能亦扮演不到和五眼聯盟的西方國家的角色 唯一可能是歐盟裏面有些國家可能會獨立一點點 未斷了 但他始終都是西方陣營的 另一個就是 看看中國可不可以跟第三世界建立一些關係 但香港的公司 以前不算做很多這些 第三世界其實沒什麼錢給的 他要求的東西亦都低一點 但可能那邊走不通 你真的要開闢路數 另外 支持我們說大灣區 我說香港人 不是很喜歡上大灣區 你開給他都沒用 現在可能形勢變了 那邊都挖頭 唯有香港年輕人很討厭上大灣區 但你不能去的時候 你可能被迫要去 先生 如果香港的角色減低了 但其實大環境 就是中國和美國的經濟是有點脫跌開 如果在減股方面有很多 如果中國真的被孤立 那你認為有什麼辦法買多些 或者有什麼辦法明顯地會失算 剛才有先生說過 其實經濟模式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以往就是靠美國的支持下 很多行業都是特別受惠 譬如製造業、出口、貿易等等 金融也是有關營 但現在中國甚至香港都會出現一個被迫轉型 轉型要被大突破 通常都被迫才會比較厲害 自己擾難自己選擇轉型 今次大家見到的部分 很明顯地就會加速 例如一些科技類 以往可能靠很多國外的芯片 現在知道 在接下來的切斷風險率高的時間 其實國內很多企業都開始加快投放 而各方面的政策都開始傾斜 這個變成一個很大的投資機會 例如醫療也是 以往我們吃的藥 很多都是靠美國的藥廠去供應等等 其實你自主的研發也不多 這些都是因為中美有機會越走越遠 國內本身都有在軟實力上的提升 要加速 這些可能就是相對受惠 我覺得現在你這一刻叫浩德給一些 簡股的提示 可能是早一點 因為很多東西都還演變 不過投資者對這方面要開始密切關注 這是必然的 因為在美國收緊對中國無論各方面的聯繫支持 即是在做的過程中 不同的國家的表現都在變 例如之前我說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你困死了它 這些動力你就利用不到 當你利用不到這些動力的時候 美國本土的經濟都會出現壓力 再加上現在疫情下本身有壓力 你還要改變常規 我自己看整個歐美國家的經濟模式 都是在演變中 在演變過程中 不同的國家就要作不同的取捨 美國自己都會開始時候的取捨 到走走走發覺不對路 要重新調整 我相信接下來變化很大 香港的投資者也好 國際的投資者也好 已經習慣了現有模式 以及之前是一個和平世界的模式 雖然都有打仗 在中東局部戰爭 但現在兩大巨頭雖然未正式打仗 只是擺下的陣 都天搖地動 我相信接下來 整個世界是急劇變化 急劇變化的時候 價錢一定是上落 這個星期上落很大 都是一天五六八點 是不是很大呢 美國試過一天千多二千點 三月份都熔斷了幾次 你變成接下來這些日子會增加 如果這些日子增加的話 很多小投資者會抹頂 有一個浪蓋起來 原來少了一半 施生你風險高了 或是這一刻比較難去找一個板塊 在演變過程中 是有機會會絕對受惠 但有一樣資產 其實我們說了很多次就是金 似乎是外圍經濟或政治更加風險高 它的受惠情況 暫時來說似乎是會上升 因為剛剛破了1800元 有機會到1900元 你有沒有補充 你們兩位如何看近來金價走勢 我和我先生都是黃金大可憂 由我們第一集股壇事件都說到現在 第一集股壇事件應該是1400元 到現在 一年多之前 一年多之前 這段時間 我們上一兩集節目都說 其實金價走勢 我自己覺得是很厲害 整體市場不算太避險而息高 其實它本身的投資需求都很高 引發近期很多貴金屬的走勢都很強勁 好像阿施先生除了金 還有其他貴金屬的投資 主要就是銀 兩個都是有貨幣功能 一個就是有避險的功能 你見打仗的時候 那些越南人投奔老海都是靠 拿著金走 還去到全世界都接受 因為黃金曾經是國際貨幣來 全世界都接受 因為它閃亮亮有它吸引的地方 最主要這個金屬是很難和其他身邊的其他元素 起化學作用 當然不可以拿來做貨幣 你儲存一下舊金 原來儲存了不夠量 變了質 已經變了不是金 變了金的養化物 當然不值錢 而且很難複製 金和銀都有這個功能 以前中國人都有所謂銀票 你有沒有聽過 我聽過銀票 銀票其實就是貨幣的前身 你有一堆銀票放到銀號 銀號就收條給你 David,在我店裡有50兩銀 他拿著這張票就可以作認證買50兩銀的貨幣 50兩銀賣不出 便分開10兩一條 一兩一張 便可以拿來買東西 所以金和銀都有很強的貨幣功能 羅馬帝國、中國的封建王朝 例如美國開過初期 鈔票都有兩種 一種是金本位的金美元 另一種是以銀為本位的銀美元 那個年代 我印象中 金的價值只貴過銀 150倍 15倍還是100倍 應該是15倍 15倍 現在是差不多90多倍 如果銀貨幣的貨幣功能能夠發揮 跟金的距離應該還可以拉近一點 最後我問浩德 C基金會否持有金 我們都是大好友 現在我們最新大約 C基金持有20% 即兩成都是金 兩成 相對高 都算是 因為其實表現都越來越好 所以自然比例越來越高 明白了 今集到此 謝謝兩位 大家記住 外圍市況似乎是風高浪急 大家要量力而為 最後 如果關心C基金的資訊 或者想資多些 可以留意我們的網站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向我們查詢 謝謝